現場的貴賓 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文化董會副秘書長 李厚慶 歡迎大家今天一同參與 文化董會將人文第三十集的影片發布記者會 那我想 三十不簡單 將人文的系列影片到現在的三十集 三十而立 也讓大家齊聚 所以先讓我來介紹 歡迎今天波隆出席的貴賓 首先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高雄市市長 陳其奈 陳市長 還有我們的高雄市文化局局長 王翠王議長 感謝文化局局長 另外還有今天到場的林志鴻議員 還有李亞晉議員的代表 今天又來 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那另外呢 也要介紹今天主辦 文化總會部會長 江春南 江副會長 還有我們秘書長 林景昌 林秘書長 另外也要介紹這次 拍攝將人的第三十集的導演 陳麥寧 陳導演 謝謝導演 當然還有今天最重要的主角 我們的周清涼師傅 還有師傅的老花 跟他的兒子 孫子都有來到現場 今天一家人都在這邊 非常開心 那非常歡迎 那文化總會呢 從2017年開始 就從台灣的傳統記憶 還有創新記憶當中 去找尋 隱身在巷弄當中的這些職人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影像 捕捉他們一生懸命的一個精神 最重要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影像 能夠把他們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精神 傳達給更多年輕一代可以知道 那我想這是台灣 我們可以自豪最具溫度的一個這樣的影像 那今天推出第三十集呢 其實要介紹的這位 蘇清涼師傅 想必在座其實非常熟悉 他是我們高雄口水修造技術的保存者 也是台灣土地修復非常重要的國寶級師傅 那蘇清涼師傅小學還沒畢業呢 就投入投聚的行業 十六歲 拜師學藝 那一開始是用這個稻草剖奪 把它曬成磚塊 疊起一間間的土地修復 那歷經三年四個月出師之後 包含在高雄 海南一帶的這些 三合院啊 一條龍啊 都有他的這個作品在 那包含很多的雕梁畫棟的這個廟宇 也有他的作品 那我想到了70年代呢 轉而投入投聚裝修的功誠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鳳梨書院呢 其實就是蘇師傅研究目的 所以今天很榮幸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講蘇師傅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這個影片 那究竟蘇師傅除了做投聚之外 還有什麼擁有跟大家可以分享的匠人精神 我們馬上就讓大家來看 這一支匠人鬼第三十集的影片 與老建築與老建築對話 對話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都跟這裁有說 你做得沒關係 做得好 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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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跟他很好學 他的天坡 中兩三森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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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裡 那火 我就跟他媽媽 因為他那火 起來了 一起來 以前的鵝鵝的工夫 都沒有改 怎麼都沒有改 這棟都做古蹟 沒有做現代 現代大樹 我以前都鵝鵝大樹 長榮 這棟就沒有做 這棟的 我十六歲 就 這個鵝鵝 鵝鵝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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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這樣就好 三十幾歲 就開始做大樹 大樹 我知道他們在睡,中途會在睡 我去探戈下來,我就先把握起來 自己把握一棒,都把握起來 這都沒握起來了 這都沒握起來了 你把握起來了 我可以誕快 你遢落我 你不要 impor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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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